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传奇女性》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从修道院到王宫,埃利诺的早年生活 二,跨越国界的婚姻,埃利诺的政治联盟 三,文化的赞助者,埃利诺的文艺复兴影响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从修道院到王宫,埃利诺的早年生活 当然,亲爱的学生们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位非凡女性的早年生活 她从修道院的宁静走向了王宫的辉煌 她就是埃利诺,或者更正式地说,阿基坦的埃利诺 首先,让我们从修道院开始 埃利诺出生于1122年 作为阿基坦公爵的长女 她的童年并非在王宫中度过 而是在修道院里接受教育 你们可能会想,修道院生活一定非常枯燥无味 但实际上,埃利诺在这里学到了许多贵族女性所需的技能 她不仅学习了拉丁文,音乐和诗歌 还掌握了奇马和列音术 可以说,她的教育是全方位的 既有文艺的熏陶,也有实用的技能 有趣的是,埃利诺在修道院里并不是一个安静的修女 相反,她以聪明机智和独立自主主称 传说有一次,她在修道院的花园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鸟 她不仅细心地照料她,还写了一首诗来纪念这段经历 你们可以想象,一个小女孩在修道院的花园里 手捧小鸟,迎送着自己创作的诗歌 这画面多么美好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来了 1137年,埃利诺的父亲去世 她继承了阿基坦公国,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她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众多追求者 但最终,她选择了法国国王路易七世 于是,埃利诺从修道院的宁静生活走向了法国王宫的繁华 在王宫里,埃利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不仅成为了法国王后,还积极参与政治和文化事务 她组织了许多文学沙龙,邀请诗人和音乐家来宫廷表演 推动了中世纪文学的发展 可以说,埃利诺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文化的推动者 然而,埃利诺和路易七世的婚姻并不幸福 两人性格迥异,最终在1152年离婚 离婚后的埃利诺并没有消沉 反而迅速再婚,嫁给了英格兰的亨利二世 成为了英格兰王后 她的生活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这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总结来说,埃利诺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戏剧性和转折 从修道院的宁静到王宫的繁华 她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还在中世纪的欧洲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和地 只要有智慧和勇气 就能创造出非凡的生活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 也从中学到了些什么 下课后 别忘了去图书馆查阅更多关于埃利诺的资料 她的传奇远不止这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跨越国界的婚姻 埃利诺的政治联盟 好的,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位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女性 埃利诺 她的婚姻不仅跨越了国界 还深深影响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开始这段充满政治阴谋和浪漫色彩的旅程吧 首先,埃利诺是谁呢 她就是埃利诺、阿基坦、Eleanor of Aquitaine 十二世纪欧洲最有权势的女性之一 她不仅是阿基坦公国的女继承人 还先后成为法国和英格兰的王后 她的婚姻不仅是爱情的结合 更是政治联盟的典范 埃利诺的第一段婚姻 是与法国国王路易七世 路易斯七 这段婚姻可以说是政治联姻的经典案例 阿基坦公国是当时欧洲最富属的地区之一 路易七世娶了埃利诺 不仅得到了一个美丽的妻子 还获得了阿基坦的控制权 可是 这段婚姻并不幸福 埃利诺是个充满活力和冒险精神的女性 而路易七世 则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 性格内向 两人性格不合 最终在1152年离婚 离婚后的埃利诺并没有闲着 她迅速嫁给了英格兰的亨利二世 Henry二 这次婚姻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因为亨利二世不仅是法国国王的宿敌 还比埃利诺小了将近十岁 这段婚姻 不仅让埃利诺成为英格兰的王后 还使得亨利二世 获得了阿基坦公国的控制权 进一步巩固了她的权力 埃利诺和亨利二世的婚姻 也充满了戏剧性 两人一共生了八个孩子 其中包括未来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 Richard the First 和约翰王John 然而 夫妻之间的关系 并不总是和谐 埃利诺甚至在1173年 支持她的儿子们反叛亨利二世 结果被亨利二世囚禁了十多年 埃利诺的故事告诉我们 婚姻在中世纪 不仅是个人的事情 更是政治的工具 她通过两次婚姻 不仅影响了法国和英格兰的历史 还展示了她非凡的政治智慧 和坚韧的性格 所以 埃利诺的婚姻 不仅跨越了国界 还跨越了时代 成为了历史上 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联盟之一 她的故事 充满了权谋 爱情和冒险 谈成中世纪的宫斗剧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也希望我们都能从 埃利诺的故事中学到一些智慧 无论是在爱情还是在生活中 都能像她一样 勇敢和聪明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文化的赞助者 埃利诺的文艺复兴影响 当我们谈论文艺复兴时 很多人会立刻想到 达文西的《蒙诺丽莎》 或《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但你知道吗 在这些伟大艺术作品的背后 有一位不太为人所知的赞助者 她的名字是埃利诺 埃利诺 她的影响力 可不仅仅是金钱上的支持 还包括她的眼光 品味和对艺术的热爱 埃利诺出生于一个 富裕的贵族家庭 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她对艺术的热情 在她年轻时 就已经显露无遗 据说 她在十岁时 就能辨别出不同画家的风格 这在当时 可是相当罕见的才能 她的父母也因此 对她寄予厚望 希望她能成为一位优雅的贵妇 然而 埃利诺并不满足于此 她有更大的抱负 当她成年后 埃利诺开始积极参与 文艺复兴运动 她不仅资助了许多艺术家 还亲自参与了 艺术品的创作过程 她的家成为了 艺术家的聚集地 许多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 都曾在她的家中创作 据说 达文西的最后的晚餐 就是在埃利诺的餐厅中完成的 当时 达文西还开玩笑说 如果不是埃利诺的美食 我可能永远也画不完这幅画 埃利诺的影响力 不仅限于艺术界 她还积极推动文学和科学的发展 她资助了许多作家和科学家 并鼓励他们进行创新和实验 她的支持 使得许多当时 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得以传播 为文艺复兴的繁荣 奠定了基础 有一次 埃利诺在一场宴会上 遇到了一位年轻的科学家 她正在研究一种新型的望远镜 埃利诺对她的研究非常感兴趣 并决定资助她的实验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 后来成为了著名的伽利略 她的望远镜 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埃利诺的故事告诉我们 文艺复兴的繁荣 不仅仅是艺术家的功劳 还有许多像她这样的赞助者 在背后默默支持 他们的眼光和热情 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下次当你欣赏 文艺复兴的艺术品时 不妨想一想 这背后可能有一位 像埃利诺这样的赞助者 在默默地微笑 总结来说 埃利诺是一位非凡的女性 她从修道院到王宫 从政治联盟到文艺复兴的赞助者 展示了她的智慧和勇气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地 只要有智慧和勇气 就能创造出非凡的生活 她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 更是一个灵感的源泉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 也希望我们都能像埃利诺一样 勇敢和聪明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